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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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個CPT系統就是 把我們每天不同時段的不同的車程 哪一個時段會雍射 那在雍射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重新分配 綠燈跟紅燈的秒數 等一下等一下 你知道現在 我覺得這個湯匯非常重要 一定要看一下 這個湯匯啊 這個掌位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掌位看起來是 嗨 我知道 沒關係 我了解了 這事情要我處理就好了 有用心 好 我轉回來 來不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樂少年 你可知道現在的手機 它除了可以看視訊 可以傳訊息 可以打LINE之外 在很早很早之前 其實手機要得到訊號 是非常堪得的一件事情 之前我們跟大家講過 很優美的台灣電子業工業理事 今天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台灣的 電信石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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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你知道台湾的第一条电报迁路在什么时候呢 1877年 当时因为日本他很想要攻打台湾 于是呢 沈宝针钦差大臣 他来镇守台湾 当时他迁出的第一条迁路呢 就是从台南一路到齐津的位置 所以在当时你所有传递的东西 都是要用拼音的 或者是用那个节奏感 去拼出你要的讯号 那什么时候呢 才发现人与人的声音可以交流呢 在1876年的时候呢 贝尔他发明的第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呢 就是他里面就是有传声筒 你就可以听到那个人的声音 但是当时的人声当然没有像现在 这么一样的原因重现 不过你觉得 但是你还是可以听得到那个在跟你讲什么 经过了21年 那个日本人当时在台湾 所以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讲电话呢 想家啊 但当时的电话它不是无线电话 当时的电话全部都是有线的 而你可知道 在全台湾第一个拥有电话的地方 你知道在哪里 猜猜看 台北 台北中间 当时台北吗 是什么 猫啊 台湾唯一有电话的地方 骗猴 马轿到骰手 马公到西域 一条电话线 但是当时的所有电话呢 都是军事使用 而一般民众要使用的时候 大概多到三年以后 其实基本上这个整个地球 跟很多工业的历史都是这样子 一开始都是为了军事使用 军事使用之后呢 一般发到民间 发到民间 民间普及了之后呢 然后上转 但是当时你看一条电话线的 见识能力成本 跟一个电话的成本这么高 那个时候如果民众你要使用电话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邮辩局 为什么会叫邮辩局呢 我现在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 邮局跟中华电信它是盖在一起的 除了电话之外 就是声音的传递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历史非常悠久的传递 就是邮件了 所以当时的人他都觉得 他是为了要传递资讯 或者是要传递讯号的 他就跟信 就是跟飞哥传输 就一样的意思 就是一个是用手写的 一个是用当时用那个模式密码打 那个时候叫呼出电话站 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打到呼出站 就呼出站就讲说 你这有一个人叫阿赛森吗 应该去找阿赛森 然后就把他挂掉 阿赛森 阿赛森 干阿赛森 跌出来跌出来 然后阿赛森来说 阿赛森 打个蛋了 打个蛋了 干你卖照喔 电话就想 对对对 阿赛森好 来这样 当时的收费计价 老板要赚钱 最少要五钱 但是当时农民 就是这样务农的台湾人 就是一个月的收入 大概都不到一块钱 所以打通电话很贵 什么样的事情 愿意让你花一个月的薪水 可能是我妈妈的声音 想听到妈妈的声音对不对 想听到妈妈的声音 重点来了 对没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句很重要 为什么要听到妈妈的声音 有这么样的重要 这个等一下 我们就会告诉你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台湾 其实他的 电话线路已经遍布的非常 完整了 在日制时代的时候 不过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轰炸 把全部炸烂 从零开始 历史资料是说炸掉一大半 所以就是从零开始 因为当时剩下留下来的人 不知道怎么样打过去 所以从零开始 所以这个二次炸弹 打二打打完了之后 在1949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接上国际 可以打国际电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不只在台湾 可以打到北中南 你还可以打到菲律宾 你可以打到日本 你可以打到美国 不过在那个时候呢 台湾在民国38年的时候 电话是没办法打起来 拨完电话号码之后 就接下来就是那个人 而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1948年的立即电话 接下来电话就是那个人 多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电信局 都会有一个就是八卦的 零部有出力啦 怎么零部有出力啊 因为你打通电话 就是当地人都会知道 不过在那个时候 当然也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方便 你那时候你要先打08 然后打电话告诉人家说 我的电话号码几号 然后说我要找谁 那个人的电话号码几号 然后你就在那边等 请稍待 现在新娘的人都在盲线中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 要打给B 然后中间呢 有一个那个接线员 他就说 你要打给他好 我帮你把这两号线接起来 就这样子电话呢 又打了几年 到1950年代的时候 在录到这两个年份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有地方讲错了 但是我已经不在台湾 所以没办法重录 那我们就快速跳过吧 所以这个历史 就移录到了1970年 就是当时的政府长官 香香有点花 蠢蠢有点花 我们为了让台湾的人 中中有点花可以打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建设什么东西呢 你以前当兵的时候 当什么兵 我班长 机枪兵 机枪兵 你没有跟过电信兵去出工材吗 没有 当兵最好混的就是电信兵 就是你出去 他说我要去查线 然后你就再跑到山头 三个小时之后 他说这边线断掉 我应该把它接起来 这个线可能被车压掉 被山羊咬断 所以为了避免这件事情 当时的电线 其实大家都埋在那个 路下面 不是有像现在的那个人孔盖吗 那个人孔盖上面写中华电竞 但是在最早之前呢 其实没有那个铸造人孔盖 最早之前其实是用那个砖瓦去叠的 而到人孔盖的时期 就是我们台湾游路 开始兴盛的时候啦 是因为其实马路下面埋了非常多东西 有光纤 有电 然后有水管 然后有各种奇奇怪怪的 各种东西 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介绍 你家门口的马路下面 到底买了多少东西 应该不会是买我啦 掩埋这种 所以在这个线路 都买好了之后呢 每个人家里面都有电话 电话拿起来之后就可以马上拨打 你有用过这个吗 没有 试一下 研究一下 打个手机好了 0919 反了 你这0对不对 你要这样画一圈 拨到这里来 0 打回去给妈妈 对对对 它就是全部都全部转 它是靠你转的多声这件事情去 告诉这个电话本身的讯号是多少 你家电话线没接吗 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不知道这个电话线没接 你是打不出去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个就从有线到无线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从有线到无线的年代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这么样快速的 是出现个东西叫 BB Code 无线电叫人业务 也就是说呢 它在里面会显示号码 就是他们一样会有一个那个中间 帮他打字的那个人 最早之前 还没办法有文字喔 它是数字 我爱你 你就打520 然后你的BB Code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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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看520 然后谁传你信息过来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有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一些讯号 53770 有想亲亲你 这是一个很久远的历史 大家有空可以上网看一下 以前的那个 你爸或你阿公是什么要练来的 BB Code 到了下一个年代 各位熟悉的东西慢慢出现喔 大哥大 但是在大哥大出现之前呢 就是有一个东西在1975年代跟1979年代的时候 它非常的重要 到现在我们沿用至今50年了 那个东西叫做光线 好讲回大哥大 为什么大哥大叫做大哥大呢 你可能知道当时在路上把他的天线升起来 这个动作 多帅啊 然后可以打电话接起来就有声音可以讲 就有事情可以做 这是一个帅到乍天的事 不过在最早之前的无线电话 手控式行动电话 学名 最早发明的时候 它其实也并不是完全长这个样子 这时候你就要讲回摩托罗拉 那在1959年的时候呢 就发明你的电话打 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有那么老车 车上是有电话的 方向盘吧 中间不是有置物箱 它在置物箱那个打开 那边是电话 就连一边开车的时候 一边讲电话 超帅的 如果有一天 你在路上 你想妈妈了 你想听到妈妈的声音 你不止没有大哥大 你还没有大哥 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用刚刚说的BB Call 喔BB Call 你知道那时候多贵吗 你们应该也有用过这东西啊 我们的时代 应该没有差那么远吧 你们有用过 公共电话吧 喔有有有 你是不是已经忘记 这世界才有公共电话这东西了 你要投币啊 然后投币这电话 才出现了电话卡 电话卡一张100块啊 然后一人的电话卡 上面会有一个小格子 就是看你打到多少 军人就是应该用电话卡 那当时在1990年代的时候 有个创举 在那个时候 他们架设了公共电话之后 军中的自杀率 降到接近0% 马祖旁边就是抽签 你如果抽到高登岛 或是超到亮岛的时候 你知道怎样吗 全体起立跟他敬礼 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外岛中的外岛 你知道在外岛当兵 会很寂寞 会想家 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影片的你 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呢 你是不是最近心情很低落呢 想不开 打电话 回去听听妈妈的声音吧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点印象 还有以前你跟阿公阿嬷相处的记忆的话 以前你跟阿公阿嬷在讲的时候 他们长辈都会讲说 电信局 就电信局 但是现在大家一想要电话 讲到电信局 你可能会想要转到电信 中华电信会出现这个名称呢 其实就跟民营化有关 因为如果没有民营化 我们到现在打一通电话 都要花你半年的薪水 我跟你讲 就你懂吗 民营化之后 就是让世界各地的不同样的厂商 他可以来经营这件事情 以前国小的时候 传讯息给同学 一折要收三块钱 所以你们都没有吗 你们都没有小时候打给女朋友 然后还是 谈恋爱的时候 讲电话讲真玩 然后 然后就张单寄到家里面 然后被打扮死 没有因为 我这个时代已经是 中华电信网内户打免费了 等一下你的时代是什么时候 开始 谈恋爱的 高中的时候 我们时代不一样 我国小就开始谈恋爱了 中华电信跟电信局分离了之后呢 就变了一个 自由的公司 所以知道了到了1997年 就是97年 有一个大事 你知道吗 30%的人都有手机 不过呢 你看这个手机的大妖精 你看从以前有线 然后一路到这个 有 大哥打电话 但到我们现在呢 你把它打开 就有网络 基本上你的手机 现在如果没有网络 没有internet 它就像是个废物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在现在的手机里面 这个通讯 从最早最早 这个摩斯密码 这样 然后你再看到什么 1314 我爱你看到这数字 你会高潮 一路到现在 你没有听到声音 你会死 然后现在是 你没有网络 你会疯掉 最大的突破 你知道是什么 internet 一路到2000年 千起年 也就是惊喜创立的那一年 2.5 变成3G 3G已经到了 第三代了 所以当时 他们的传输的速率呢 一路到了 384kbps 你可知道 多快吗 潮满慢到你 你的视频也打不开 2000年的时候你才几岁 一岁 我们公司最近2000年才一岁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有听过2000年大家呼的口号 就是电信的时代来临 数位家电 网机网路 无线通讯 然后你这边 啊 啊 呵呵 所以你看 人类从2000年到现在经过了20几年之后 你打开手机你都可以看到整个工业4.0 你家里面的生产的产线 你的量能 就是你的机器现在运转的状态 一路从你搭捷运的交通网络 甚至要你要买衣服 你要购物 你的生活用品 甚至在每个地方 每个路段 它的塞车的拥挤速度 甚至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个频道的影片都是用手机及时网络传输出去 这一切就称之为 你看这层次充满了智慧 只要没有网络 这个层次就没有智慧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电信 就是在讲电话而已 其实电信只含量非常的广大 这一切一切其实都是来自于 发展到现在 这个辛苦的科学家 所以我们一路从清朝的年代 一路到现在2023年 你只要打开手机 你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地 跟各个地方 有趣的资讯 跟有趣的知识 但是你除了从虚拟的这些东西去看到之外 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到呢 那就是 智慧城市展 其实你可以看到从交通 从医疗 从保全 从监测 从城市 它其实里面都已经把以前的从传统的模式密码 然后到现在 我们可以打开手机 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整个城市 它里面哪边塞车了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APP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病人状况怎么样 甚至呢 我们一路从这边 走过来 中华电信 我们从一路从电信使 然后讲到从无线 然后一路讲到手机 讲到4G 这个中华电信的历史 想必在 台湾应该是工程问 那为什么我们一个工业频道要来介绍这个智慧城市展呢 半中华电信 有送旁边这两台 你说半中华电信 送无人机 不是 这些网路之通讯 它到底跟 现在的无人机 跟水下机器人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你知道这个是 UAB UAB它其实就是 无人机它上面它有张来一个镜头 你尤其是那种就是 非法钓客 它可以用那个镜头 快速用人脸辨识的方式 或是上面用麦克风 然后警告说 各位 你们在这边钓鱼 我们就要开单了 我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 你们如果再钓不到鱼 我就要把你的照片 然后你就会出现你的脸就是 你看这三个废物 钓了三个小时钓不到鱼 它可以巡检我们的海岸 不管是 钓客 有入侵者 或者是 海上面的海事 就是我们的 智慧港湾 我们的智慧港湾其实 有一部分呢 就是有环境之外的监测 像水下的机器人 你知道那个在那个 桥墩的下面 它其实就是会有 鵝仔寄生 桥墩下面可能会有一些 漁网 垃圾 或者是 我们在做那些像跨海大桥 你要怎么样知道 你的桥墩下面的工程损坏程度 现在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每次台风嘛 这种西极怪的东西破坏嘛 以前的方法呢 都是用 那个潜水敷 现在因为 人事的安全 或潜水敷其实都老了 所以呢 我们就会用 就是 水下海事的机器人 这些资讯 全部都通过中华电信 然后 传输到云端 让我们监控中心的人 或者是让我们这些 海岸巡访的海巡 然后他们可以知道 最及时的系统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来带大家看看这个中华电信跟这个智慧程式的关系 各位啊 CVP系统 你知道CVP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吗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中华电信 很伟大的一个地方 他们这个CVP系统就是 把我们每天不同时段的不同的车程 好比说向上路跟文心路 哪一个时段会拥塞 那在拥塞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重新分配 绿灯跟红灯的秒数 去疏打那个交通 然后他这个就会 用他的中华电信的数据 然后去算给交通局 然后让交通部他们去修改他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很屌的 就是我说很伟大的地方 你看这个 这什么车 救护车啊 像我爸爸是搭过救护车的人 所以我们 对救护车的所有的员工都是 自信跟伟大的 像我的救护车要冲过去这10路口的时候 是不是最怕就是左右的来车 所以 当他今天中华电信他们知道 救护车要出动了 他就会把横向的车子 就表较先让他红灯 然后让救护车他可以 快速的通过 而且在路上的时候 那个医院就会跟救护车里面 做机制系统 所以为什么就是有人会讲说 事机的那个讯号要上传要干嘛 他其实 他的目的当然是除了 运算这些让程式更方便的数据之外 他同时也可以在 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 然后可以第一时间 然后得到最快速的 解救你的家人生命 那当然除了交通之外 就医疗啦 我们刚刚提到啦 就是不管你是 医院的资讯 或者是你在救护车上 你看他的那个 机制系统 像这个就是 我爸爸的亲身体验 我爸爸之前就是 有心肌梗塞 然后心肌梗塞 他其实那时候是送救护车 急诊到医院的 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多屌吗 他一路开到救护车 到临心医院 他一到临心医院的时候 那边的医生 手术室 全部都准备好了 然后就我爸爸直接送到 然后直接做心肌管手术 所以像心肌梗塞是一个很紧急的病 所以他没办法说 救护车 你今天说过什么病患 所以他现在心脏好像停掉了 不然等一下我们急诊室看一下好了 就没有 所以 这很伟大 从以前的电报啊 BBCode 到手机啊 到视讯啊 然后你现在一路过来 超人真 超人真 是 你好 超人真你好 请问这位是 前往大名就来面 我是智慧处长 是 长官来着是吧 不改 长官我现在看着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全型投影的技术 它可以应用在远距的演唱会 是 那我们的本尊跟分身能够分治于两个地方 跟他的那个FAN能够在做互动 处长身为智慧处长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你说吧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官位很大 但是我又想要离开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只要转过头跟他硕胜再接就可以了 真的吗 那我真的要这样子 好 是 处长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智慧摩托车 想必你有想像过你在你的外送里面 你的温度跟你的湿度 它有保存得很好吗 你看这个 这是模组化的 这个很屌 如果今天呢 我的这个感应系统 然后我可以放在我的外送车厢里面 建议如果是叫冰外送 那你总能确保在运送的当中 它的温度能够保存得非常良好 假设今天 这是模组 我要加上温度 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它插上去 那我今天我想要 改善它的湿度 你就可以把它加上去 上面这个呢 你可以用 直接充电的 或者是你可以用太阳能板 然后呢 你就可以 打开你的电脑 或者是 以后说不定 未来的外送平台里面 你都可以看 今天我的 东西已经送到哪边去了 机车的物流 它的上面的温度现在是怎么样 你就可以去监控你的食物 或者食品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是保存良好的 讲到机车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 很机车的东西 你看 很机车吧 很多台机车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什么 当你的检查杯杯的车子 上面它只要做到这个 巡逻系统的时候 你光车子开过去 你就可以扫整路的 全部的车牌 就是它到底是不是 有没有可疑的车辆 或者是呢 有没有乱停车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警车搭载那个系统的时候 或者是今天我们要抓嫌疑犯 像现在我们都有那个人员的辨识系统 所以你开在路上的时候 像有些脏车 或者是你的车如果今天被干走 或者是它在违规的时候 就会被逮到 不过这个 我这个有点心生 有的时候 停车会不够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可以合法停车 谁不想合法停车 建户啊 这有的时候 你要自己想看看 有的地方 那停车阁就会有点多 没要怎么停 你知道这是三轮车 你知道三轮车 跑得特别快 上面坐着 交通啊 不管你是做运输的 或者是平民老百姓 你要上下学的时候 然后你都会看到他的机车 他的界面 他是联动他的云端系统的 假设今天前面他突然有路况 然后在塞车 或者是今天前面 学生放学了 在前面就会告诉你说 前方的学生 小朋友现在正在放学 你在经过路口的时候 你要降低你的速度 然后他前面都会有 你看他连导航 电话 打过来 然后连 你的哪一个路口的限速 跟你抵达还需要几公里 他其实都是 每一个程序 他把很多的数据 一直丢 丢到云端 云端再射到你的机车上 洪加藤 是一个 很酷的车 有机会可以再拍一集 跟大家介绍洪加藤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 然后呢 公园医院跟 聚集科技 烤飞机 两个 就是你知道在整个 智慧城市里面 一个城市里面 它有很多的需求 不管是 供电的 运输 或者是 你在整个系统端 你要怎么样去作业的时候 其实无人机 是在这两年 大家发展 很积极 然后不管想要参与国防 或者是要参与 整个城市建设 或是参与运输 很重要的一块 他们的这个 无人机 你看它的下面 它里面有一个水箱 然后呢 它里面前面有一个 很像高达清洗机的枪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后面 这后面要有一个 驾驶座 你可以在驾驶座里面 然后去 驾驶它这个飞机 然后呢 你可以用前面的这个枪 然后去瞄准你的目标 然后你有看到高达电塔 我们一般的劳工朋友 要去清洗高达电塔的 那个爱子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然后呢 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用无人机 然后去 载水 载水之后呢 然后上去 喷射 清洗那个爱子 无人机其实也是我们 今年规划要拍摄的东西 欢迎Sugar Daddy 智慧城市 智慧监控 每个人知道 在你家里面的智慧门锁 你都可以透过中华电线的WiFi 从日本 就可以帮台东的家开门 除了在一般家庭之外呢 就是你的工程 你的工地 它都可以跟智慧城市 挂上面的 你知道现在管理工地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状态吗 就是 像我这样子 我先靠近一下 要来访者 因为我们有登录在系统里面 所以请联络管理员 然后呢 除了工地之外 它可以检测 比如说 你的体温啊 你的酒厕 然后呢 如意检查 你有没有戴上你的 反护背心 你的安全帽 然后他都可以用 这个视讯的系统 然后去 知道说 比如说现在 我们的器专工在A洞的一楼 总共有多少人 然后他在延迟了几天了 现在还没做完 你看 你在里面就可以直接叫出你的 今天现场人数有多少 工班有多少 然后呢 你也可以往上看 除了你可以检查 今天的天气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噪音 BM2.5 跟风力 他们现在呢 已经跟 我们之前有拍过的台达电 然后重新做一个新的Wi-Fi侦测系统 所以你可以很完全知道 你的在工班里面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这位城市 连工地都监控 监控你的每一天 下一段 各位我们前面带大家来看一下智能的咖啡机 等一下 你知道现在 我觉得这个汤位非常重要 一定要看一下 这个汤位啊 最重要 一定要看 我们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展位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展位看起来是 是 丢球啊 这两颗球看起来真的很特别 你不要这样子把玩它 你做起来特别变态 我说这两颗球怎么了 是你思想的问题 那我们要丢什么 丢球 然后把它投入这个红色的泡泡 红色的泡泡 这个 没错 蓝色不可以打到 是 哇你们这样子 要每天跟小朋友玩游戏实在是很辛苦 你们这样做展场 一天是 可以赚很多钱吗 没有 还是你们要来拍YouTube频道 对 对 笑的不打 通常一个职棒投手 一天投100多颗球 他已经超懵了 他们要投了几千颗 来 来 智慧支付 我们现在 常常 你要买咖啡或买什么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会刷那个信用卡吗 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系统 就是你可以用感应的 特别说你可以选完之后 确认 支付 扫描载菌 现在我们的统一包票 就已经 穿到云端上面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用 行动支付 是不是你看 这样就出货了 其实这也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很多在从以前最基础的 工业建设的架构 然后一路到现在 就是网络网络 云的媒体 然后大数据 然后去换算怎么样 可以改善人类更好的生活 他其实就是我们在这整集当中 一路从清朝的历史 讲到2023年的 网络智慧 好啦喝完这两杯咖啡 我们就可以 来收工回家 你看从这个煮咖啡的动作里面 你有看到最后那个很腰白的样子 重点来盖盖子 盖盖子是最难的 没有放得很正 他不过要盖好了 你会盖盖子的时候 你怕他把他挤爆 耶 那今天这影片就这样子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会员 然后来支持我们拍摄更多的工业频道 那这位超约正常女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托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铃 我是赵铃 大家好 我是Pia哥 欢迎说欢迎超约少年 我是 我是志祺 我是徐波 哈咪Video Cat 网红馆 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 恰恰 狐家喜剧档片 会员无限看 Fuck me Fuck me 他这么烂人啦 他们 是